这批牛都是前几天转上来的 现在全部给他把接来神器带上了 这种效果要强多了 开始的时候有点不适应 有两头把它弄掉了 但是重新带上之后 今天已经适应很多了 以前买的那种接来神器 效果不是很明显 因为它那个刺不够长 虽然可以挡得到牛的嘴巴 但是有些牛侧着会去偷来喝 还是喝到 再说那种很容易掉 这种相对来说也好一点 从昨天带到今天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像以前那一种可能过一个晚上 十头牛有九头牛都掉了 可能就那么一两头还在上面 现在母牛倒是不安静了 因为有点脏了 但是这个牛都很安静 已经适应了 看牛都这种状态的话 估计要不了几天 就完全适应掉了 这种带着只是喝奶抱喝 但是吃草一点问题的没有 你觉得还没有那个大 但是这个刺 前面那个刺 比之前那要长一点 这样就会扎到母牛 一旦他们喝奶的时候 母牛就会用腿去踢他们 但这种借来神器的好处 可能就是不用强制性 把牛肚跟母牛分开 这样的话可以减少牛肚 在淡奶当中产生的阴急 这样的话他们炒到吃 也随时看得到母牛 反应没有那么大 昨天开始借奶 昨天这个母牛还叫个不停 但是今天相对来说要强很多了 比起之前的强制性借奶 还是要强太多了 毕竟这个牛肚随时可以跑到母牛这里来 这个牛肚现在吃饱了 又睡觉 反处很到位 这样就是牛最好的状态 还是得不停的尝试 尝试各种方法 现在看来这一种 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找到最好的一种接来神器了 如果每批牛都像这样 那以后就轻松多了 这六位最短适 全部睡觉了 这个牛吃饱了 全部睡觉了 这六位牛都像头 这是两个主人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